你们建的富丽堂皇的宫殿 这些寺庙 把这个佛菩萨像塑成精神 供养在那里面 你都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在世 一生死 树下一休 日中一世 没有 上头没有防腐啊 他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 有个小毛棚他就足够了 佛对心 是为业切众生 调众生虚妙离了 干这个的 我们真正 把他老人家所讲的 听明白了 听懂了 一教奉行 这叫真供养 去经典里面 不晓得讲了多少遍呢 大千世纪 确保供养 都比不上啊 四居记 为人引述 佛经里面的四居记 也我做到了 表演给别人看 我讲给别人听 那个功德 超过 大千世纪七宝的供养 这个话 不晓得讲多少遍呢 我们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还俗造精神 造这个大寺庙 以为有福 以为自己有功德 错了 当年梁无地 为佛法建了 四百八十座的寺庙 供养 供养 十几万出家人 见到大魔祖师 他在炫耀他的功德 跟大魔祖师说 你看我做的这个事情 功德大不大 大魔祖师说了一句老实话 跟他讲 并无功德 这一下把他气坏了 所以话不投机 半句多 就是诵课 以后再不见面 大魔祖师讲的真话 不是假话 他没听懂 他那个修法是 人听佛报 与功德不相干的 功德是能帮助你 聊生死出三界 那个修 只是来生后世 人间佛报而已 这个不能不懂 所以佛为我们实现 为我们表演 怎样出击功德 噢 相当 跟 我 自己 优优独 优独 优独